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德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 想必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今天把话题聚焦在电影票上 我们说电影票是我们平时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原来呢,大家约妹子可能仅仅吃个饭 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拓展到 看个电影,喝个小酒,对吧,这种 所以说我们看电影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 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那么原来啊,大家看电影都是通过线下去买票 后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团购网站 去购买一些团购券,去兑换线下的电影票 那么现在的电影票市场呢,已经不用这样了 有更好的一种体验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直接就可以购买电影票 直接就可以选择 那么到影院呢,也是到这种自动的出票机进行出票 那么这种体验呢,就比之前的更加的更加的好 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 在线电影票行业的这种整体的发展现状 那么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猫眼电影和桃宝电影等热门的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沿部分 我们说电影这个行业,原来呢是一个线下的产业 那么这种线下的产业呢,成就了不少的公司 比如说光线传媒 比如说华谊兄弟 比如说乐视的花儿影业等等 但是面对这种光环和诱惑 那么线下大量的流量吸引到了线上互联网各个企业 那么他们也针对电影行业进行了互联网化 那么由最初的比较初级的 团购已经转向到这种线下的你选择 那么比较突出的就是今年互联网电影彻底的诞生 那么电影彻底的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标志 就是BAT三家都开始涉赌影视行业 尤其是电影行业 那么原来呢电影的行业呢 百度是没有的 阿里也没有 腾讯也没有 原来只是美团 大众点评之类的 那么随着今年 那么百度以欧托为核心战略 那么电影是他不得不在意的一块市场 那么阿里呢也推出了自己的电影的产品 淘宝电影 腾讯呢由于这种微信横空出世 那么微信上集成了各种 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的一些产品 像电影票 微信电影票也应运而生 那么为什么BAT三个巨头 在今年开始集中的发力电影市场呢 它其实原因是有多方面的 首先说对于电影市场而言 那么互联网进入是非常的恰达 它不像原来 那么原来呢 那么互联网仅仅是出在一个售票房 但是现在互联网企业已经渗透到了这种各个的环节 当然离我们用户接触最多的就是买电影票 查看影院 还有写影评 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不仅仅在这两个环节上 加足了马力 还已经渗透到了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在线电影票行业整体的这种发展现状 我们从这个广电总局的数据来看 2014年 咱们中国一共上映的影片是388部 票房呢 接近296亿 观影人数达到8.3亿 那么单看这个数据 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 那么我们同比对一下 对比一下 在同年 团购市场 整体的市场规模 是700个亿 餐饮 整个餐饮 欧偷的这个市场规模达到了913亿 而我们看 国内的电影票房仅仅是296亿 所以从市场的绝对大小来看 那么电影票 市场远远比不上 我们现这种餐饮的欧偷 也比不上这种团购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论市场规模 远远比不上团购 比不上餐饮欧偷 那么为什么在今年以BAT为代表的巨型公司开始涉足全面进入在线电影票市场呢 首先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那么现在电影市场 整体的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4年新增的荧幕数已经达到了5397块 那么2014年 全球的电影票房增长了16个亿美元 但是过多万都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也就是目前来说 中国是整个全球电影经济 整体经济的驱动力 那么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全球发展最迅速也是最为蓬勃的一块电影市场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电影在加速 在线电影在加速的这种发展 什么叫在线电影加速的发展呢 就原来大家看电影都是线下的体验 但是现在电影电影票都开始做了这种线上化 所谓的线上化就是 2014年通过在线售电影票在线选择的比例 这里面不包含团购 还不包含团购 不包含团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接近40% 那么2015年有望突破50% 那么美团网的CEO王兴子表示 未来在线售票的比例将达到70% 因为线上售票有着他天然优势 第一可以提前去选择 第二可以有优惠 第三不用排队 那么这些优势呢都是线下售票 不具备的 因此我们说虽然说现在在线电影票市场本身的这个规模 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未来有非常大这种发展潜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 AUTO整个领域里面 电影的AUTO相对于到家服务 相对于在线旅游这些领域来说 它是更加高频更加刚需的一些场景 大家想一想 我们就以对比到家服务 大家是多久搬一次架 大家是多久按一次摸 大家多久一次理一次饭 那么这些都是相对来说 没那么高频 没那么刚需的场景 但是电影不一样 大家现在主要的生活娱乐方式 已经从原来的简简单单吃个饭 可以个个转变成了看电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线电影是非常符合电影整体的发展趋势 电影和互联网之间 有着天然的亲密度 非常的匹配 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服务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拿餐饮举例子 那么餐饮和互联网之间 就没有那么标准化了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团购 吃饭的话团购不是一个最好的体验 如果有个团购经历的这种用户 都会有这种感受 如果你是团购去的餐厅 那么你的菜的质量可能就比你花全款要差 那么无论是服务员还是餐厅的任何一个人 可能看你眼光也不太一样 你吃到的饭 吃到的菜的质量可能也都不那么好 但是我们说电影市场不是这样 那么电影无论你是线下排队买的票 还是线上买的票 那么你最后看到的都都是同一个天影 同一场电影 那么甚至呢 线上的体验还会更好 刚才我说了 线上你可以提前选座 线上你不用排队 线上你能享受到折扣 那么这些都是线下不具备的 正是因为电影有着这种非常标准化的服务 所以使得电影的每一个环节和互联网之间 都有着这种天然的结合的空间 从内容到评价 到在线播放 再到出票 电影和互联网有着天然结合的这种基因 那么电影市场互联网化是一个大势所趋 那么电影售票仅仅是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互联网化的一个环节而已 我们再从横向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整个欧头是一个大蛋糕的话 那么在这块大蛋糕里面 现在最为成熟的那块蛋糕 是什么呢 其实是目前来看 团购是一个相对西洋的领域 它已经很多年了 那么它的体验呢 也遭受了很多人的非议 那么现在最火的有几个 比如说用车 滴滴打车 比如说餐饮 外卖 各种各样的外卖 那么和他们类似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在线电影票 那么在线电影票是一个相对刚需 相对高频 而且是服务标准化的一个领域 所以说它在整个欧头大的蛋糕里面 是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从2015年各种关键性的营销节日的活动来看 那么电影票的确已经成为仅次于用车的第二热门欧头的这种戏份市场 如果我们喜欢看电影的话 作为产品经理我们要学会多观察 那么原来如果你去电影院 你会发现电影院在线售票的那个窗口 或者是那个门店 前面的都会排很长很长的队伍 大家都在排队买票 但是我们看看现在 那么大家都已经几乎不在那排队了 很少了 基本都是嗓客 现在开始在哪排队呢 开始在一些自动的售票机里面去排队 当然非常快 因为他只要只需要一打或者一扫描就可以了 非常快 队伍也不是很长 已经开始有这些转变了 更大的转变是什么呢 原来大家在哪排的比较多呢 在格瓦拉 在时光网 那么这种自动售票机上去排队 但如果你看一看 现在的线下的电影院 那么无论是格瓦拉 还是时光网 那么这些取票机 已经人比较少了 那么哪些品牌的取票机人比较多呢 比如说美团的猫眼 比如说微信的电影票 比如说百度的糯米 比如说阿里的淘宝 那么这些显然是互联网的巨头 显然是最近几年风生水起的 一些大型烧钱的互联网公司 那么类似于原来的这种深耕的领域 时光网啊 格瓦拉这类的公司呢 显然现在的用户没那么多了 但是相对而言 其实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我们说 无论是什么行业 那么最后拼的都是谁能够提供的票更多 谁能够补贴的更多 其实相对来说很简单 那么再和美团 百度 腾讯 阿里相比 那么格瓦拉和时光网 显然就太微不足道了 虽然我们说虽然说电影票 电影市场 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竞争 从一开始的制作宣传 到后来售票 到最后关后影评 它是有多维度的 但是我们说 目前来看 最大的杀手锏还是补贴营销 那么这个呢 是每一个 欧托的这个细分领域逃不掉的 就像之前非常火的 打车 滴滴快递 最后大战 最后呢 把之前的那些小的打车公司 全都干死了 挤出了市场 包括我们说外卖 外卖 现在基本来说就是三四家来抖 领导的就是饿了吗 还有这个美团 下面就是百度 那么最新的呢 出了这个阿里的口碑 基本就这几家玩 那么原来各种各样的快递公司 也都很多都退出了市场 所以说我们说电影票市场 那么现在呢 还处在刚刚进入到 巨头也加入了 老品牌这种在线电影票的公司还在 那么必然会有一场竞争 会有一场大战 那么最终胜出的 不出以外 可能还是会以BAT为代表这些巨头玩家 胜出 当然 这里面包括美团 如果说美团最后做的好了 很有可能成为滴滴这样的公司 在整个领域 号令天下 那么美团如果做不好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市场最终被BAT所控制 那么基本来说就这两个结局 那么我们说过去围绕电影的市场 它可能有院线 发行 制片等各个环节 那么这是之前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因为有了互联网巨头入侵 那么这种现状被彻底的改变 除了互联网成了最大的销售渠道之外 那么互联网巨头这些资本能力 也促使他们进入到了制片啊 会员啊 营销啊 发布啊 等多个环节 那么过去互联网玩家只掌握了一环 比如说售票 比如说提供一些影评 那么现在呢 则逐渐的成为了电影的制作法 发行公司 甚至是制片公司 那么院线 仅仅成为了一个用户 线下体验的一个管道 那么从这个趋势来看 未来互联网的各大巨头 各个玩家 在转个电影产业当中 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多 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以BAT 包括美团 这几个典型的参与者 来看看他们现在的这种战略 我们先看一看阿里 那么阿里本身 他有一个巨大的阿里巴巴集团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公司 比如说高德地图 比如说支付宝 比如说手机淘宝 比如说天猫 那么最近呢 又加入了一个新的成员 叫做什么 叫做优酷土豆 那么基于这些阿里集团 推出了一款核心的产品 叫做淘宝电影 那么淘宝电影这款产品 可以借助阿里集团里面 所有的成功的 数以亿计的用户APP 去发展自己的用户 那么阿里集团呢 还有了一款金融理财 娱乐宝 那么娱乐宝呢 是专门和影片电影娱乐相关的一款理财应用 所以说无论是从资金的程度 还是从线下程度 阿里集团都掌握着非常多的资源 那么最终的阿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阿里影业 这个子公司 也在从线上到线下整体的体验 做着一个整体的把控 那么这是阿里集团 那么说起阿里啊 就不得不说一说阿里和美团的关系 我刚才说的一些阿里的资源没有说美团 确实 按理说美团 里面有阿里的股份 阿里融资了美团 两次融资 但是呢 美团却不听阿里的使唤 有一个笑话应该是在业内比较出名的 就是马云跟王兴聊 美团CEO聊 就说了 美团啊 你你啊 赶紧过来吧 对吧 我把你收的得了 但是呢 王兴开了开玩笑就说 还不知道以后谁收购谁呢 那么从这个笑话都没能看到 王兴的美团 绝对不甘心受阿里集团的摆布 绝对不甘心被收购 他一心想成为中国的第四个巨头 那么阿里既然控制不了美团 那么电影这块市场 这块大个蛋糕 他又不想放弃 怎么办呢 阿里与蚂蚁金服投资了60亿 复活口碑网 口碑呢 其实是原来的一个产品 那么现在呢 阿里重新的把它复活起来 做了口碑外卖 做了很多O2O的事情 那么阿里希望口碑网成为自己O2O的一个武器 当然在线电影 淘宝电影也是属于口碑网整个体系的 那么未来 阿里在无法掌控美团和美团猫眼的前提下 只能推出淘宝电影前来应战 那么我们说淘宝电影在入口上 可以借助手机淘宝 天猫 支付宝 UC 高度地图 等多个阿里系的应用 作为支撑 那么这些产品 大家想想 都是过亿的用户 同时呢 淘宝电影在资金上并不缺钱 虽然他起不完 虽然目前的用户量还没有办法和美团相比 现在的市场份额并没有那么高 虽然现在淘宝电影和口碑网还没有完整的打通资源 形成统一战线 但是在未来 两者谁输谁赢 其实很难判断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一个巨头 百度 那么百度的布局和阿里非常的相似 首先百度也有一个兼容类的产品 和电影相关的 叫做百发有戏 这和阿里的娱乐宝差不多 那么百度呢 也有自己的地图 就是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也能为电影提供一些流量 百度呢 也有自己的视频网站 爱奇艺和百度视频 百度呢 也有自己的团购网站 叫做百度诺米 那么百度呢 不做专门的这种电影的APP 它是通过诺米来做的 那么百度还有一个最大的资源 就是百度搜索 这是百度的布局 从布局来看 百度和阿里极为的相似 而且不分伯仲 那么百度整合了电影 有搜索方面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提供了 为用户提供了获得影视资讯 影评 受电票等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么通过手机百度 和百度地图两大核心级的产品 还有百度诺米的团购优势 来增加其订票业务 同时呢 爱奇艺和百度视频 可以嵌入电票 进一步增加流量 在线下联合万达中影集团 完成在线选座 和售票终端线下的合作 形成了一个线上和线下 完美结合的 AUTO闭环体系 这是百度做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看 腾讯 腾讯呢 显然从布局来说 比前两难相比 稍微的弱一些 微信 是腾讯的一张王牌 正因为有了他 腾讯才能够在电影市场上 分一杯羹 虽然说腾讯有自己的APP做电影呢 叫做微票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腾讯最大的电影票入口 还是他的微信 还是他的超级APP 那么腾讯也有自己的视频网站 叫做腾讯视频 通过这个来布局电影市场 那么微信电影 借助微信在移动端庞大的用户基数 他不求用户 同时线下也能得到万达影业 这样的线下机构进行支持 那么凭借亲爹的多方资源 门户网站的资源 QQ的资源 微信资源 那么电影票业务 其实在某些方面 已经超过了他的干儿子 大众点评 因为大众点评是腾讯 是他的股东 那么说到这 不得不说一下 腾讯阵容里面的大众点评 其实在团购领域当中 美团糯米和大众点评 三强争霸中 大众点评是最危险的 虽然他在市场份额上排名第二 但是他是最危险的 首先说 他虽然获得了腾讯的战略投资 并且取得了微信的入口 但是从效果上来看 腾讯没有给大众点评 太多的帮助 没有倒太多的流量 那么大众点评 在追不上美团的前提下 现在和美团合并 名义上是合并 但是明眼人都看到 其实是美团吃了大众点评 那么百度对糯米的这种 大幅度投资200亿砸进来 那么已经被糯米 赶超了不少市场份额 已经追得够呛了 再加上腾讯自己 在很多OTO方面也要自己去做 所以说 大众点评相对来说地位是比较尴尬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 美团猫眼电影 我们说美团涉足电影行业 其实很早了 一开始是团购系的形式 后来呢 单独出了APP叫做猫眼电影 从这种细分领域的划分来深耕电影市场 那么猫眼电影呢 给出个成绩单相当的不错 那么猫眼通过这种团购用户的积累 还有商家的这种资源 在电影市场上占据着先发优势 而且从目前的市场份额来说 排名第一 所以说从市场份额来看 现在的淘宝电影和微信电影都难以短时间追上 那么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 淘宝电影也干不过美团的猫眼 这是阿里非常非常觉得可惜的 也非常觉得遗憾 但是我们知道淘宝电影 虽然现在不是特别特别的火 但是呢 依靠着阿里平台的优势 还有各种各样的入口 这是美团猫眼比较惧怕的 那么如今呢 美团也在做各个方面的布局 已经不局限于团购领域了 他已经把这种发展的范围 扩大到了各种OTO的这种服务 包括了上门服务 随着他的战线不断的扩大 那么美团的猫眼 其实面临很多资金上巨大的压力 美团的融资 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并不是很顺畅 那么美团要支持到自己的外卖事业 知道自己的酒店事业 旅游事业 各种各样的事业群 那么美团猫眼究竟能分到几杯羹 这个很值得疑惑 所以说如果你论补贴营销来看 美团猫眼可能是这几家 最不被看好的一家 虽然说他现在市场份额排名第一